学好外语绝非一朝一夕 被蚊子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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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护照会丢 就留在家里了 怕护照会丢 就留在家里了 怕护照会丢 就留在家里了 考试成绩那么差 一定是没好好学习 考试成绩那么差 一定是没好好学习 考试成绩那么差 一定是没好好学习 最近压力大到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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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几乎都是饿着肚子减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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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喝太多了 头疼 酒喝太多了 头疼 酒喝太多了 头疼 韩国语 你会说多少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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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击得了 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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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처음에는 누구나 실수하기 완료 第一次谁都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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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많이 먹으면 살이 찢는 게 당연해요 吃太多当然会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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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기대가 클슬로希望도 크고 비죠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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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뭐 시 등 매일 조금씩 이라도 노력하면 잘 하게 되는 법이에요 无论什么事 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 就能有收获 无论什么事 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 就能有收获 无论什么事 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 就能有收获 조금씩 나아지 기요 会一点点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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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属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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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기쁜니 안좋아요 看上去心情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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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지금 안 나이요 没伤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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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조금 도라 슬픈네요 只是有点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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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제 칼따 누우세요 放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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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사교송이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공부도 잘합니다 不但会社交 功课也很好 不但会社交 功课也很好 不但会社交 功课也很好 요즘 얼굴 보기가 힘든 거 같아요 最近好像很难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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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多忙碰는데다가 買得不错요 这家餐厅不但好吃 还很便宜 这家餐厅不但好吃 还很便宜 这家餐厅不但好吃 还很便宜 세 롤상 한 두 분이 피삼 부 마니라 차주 고장인하다 新买的手机 又贵 毛病又多 新买的手机 又贵 毛病又多 新买的手机 又贵 毛病又多 苦も 죽었다 饿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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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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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년 정부도 사귀여운 남자친구와 헤어졌어요 和好了五年的男朋友 分手了 和好了五年的男朋友 分手了 和好了五年的男朋友 分手了 财产被人 在外面 腿が 아파 着겠어요 站了一整天 腿疼死了 站了一整天 腿疼死了 站了一整天 腿疼死了 全部人 有了一整天 窗户 开着 窗户 开着 窗户 开着 韩国 在韩国 有无助的时候吗 在韩国 有无助的时候吗 在韩国 有无助的时候吗 儿骨内 뭐가难呢 脸上 长了什么 东西 脸上 长了什么 东西 脸上 长了什么 东西 他俩一见面就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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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热一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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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养久了 就跟家人一样 狗养久了 就跟家人一样 狗养久了 就跟家人一样 上学那会儿 好好读书的话 现在早就在理想的公司上班了 上学那会儿 好好读书的话 现在早就在理想的公司上班了 上学那会儿 好好读书的话 现在早就在理想的公司上班了 去欧洲一定要给我带礼物 去欧洲 一定要给我带礼物 看家人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